同学们,大家好,我是北京市海淀区万全小学的张欣欣老师,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学习《道德与法治》二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十课,我们不乱扔。 梦梦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暑假她和家人一起外出游玩的经历,我们一起来听听。 暑假的一天,爸爸妈妈带我去附近的公园观赏荷花,湖面上一朵朵荷花蒸香盛开,鸭子、小鱼在湖中嬉戏,人们被眼前的美景深深吸引,纷纷驻足,拍照留念。 但是,就在我沉浸在欣赏美景的美好心情中时,却看到了这样一幕。 同学们,看到这样一幕,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呢?你喜欢哪种环境?为什么? 想想,你和她的想法一样吗? 美好的环境让人身心愉悦,感觉很舒服,而脏乱的环境大家都不喜欢,它会让人心情不好。 在生活中,这样的场景我们经常会看到,这是一个体育场的观众看台,有时很干净,有时却那么脏。 同学们,你想一想,这是为什么呢? 一位同学说,那里又脏又乱,是因为人们不爱护环境,乱扔垃圾。 一位同学说,那里很干净,是因为人们不乱扔,主动带走垃圾。 美好的环境,人人爱,脏乱的环境使人不愉快。 环境的好坏和人们的行为有着直接的联系。 在公共场所活动时,我们应该共同维护环境的干净整洁。 秋天到了,一些同学去秋游,我们来看看秋游中发生了什么故事。 想想,你更赞同哪位同学的表现。 这天早上,王勇早早地起床了。 他心情很激动,因为他要和同学们一起去秋游了。 出门前,他想起了老师说的话。 秋游时,要带上一个垃圾袋,他赶紧从柜子里拿出一个袋子装好。 上午,老师带着同学们来到了一个美丽的公园。 到了午饭时间,明明吃完香蕉,随手将香蕉皮扔在了地上。 王勇赶忙提醒他,我们要把垃圾扔到垃圾桶里。 可是明明却说,不用,先扔在旁边,吃完再说。 没过多久,地上就被扔了不少的果皮和食品包装袋。 吃完饭后,明明和皇后玩起了折纸飞机的游戏。 互相比谁坐的纸飞机飞得更高。 他们折了很多个,周围的草地上到处都是纸飞机。 秋游要结束时,老师招呼大家集合,明明和红后拿起自己的书包就走了。 王勇在后面,看着这一地的垃圾有点发愁。 大家都走了,我要不要一起走呢? 他想了一下,还是决定用自己的垃圾袋把垃圾解干净再走。 同学们看见王勇一个人在那里收垃圾,觉得很不好意思,纷纷回来一起捡垃圾。 在垃圾桶旁边,正当一位同学在犹豫手里的瓶子应该扔进哪个桶时,明明突然从后面窜了出来, 把收好的一袋垃圾当作球一脚踢向了垃圾桶。 我猜每位同学心中都在默默地为王勇同学点赞,出门带上垃圾袋,垃圾扔进垃圾桶,离开时带走地上的垃圾。 我猜很多同学心里都会这样想,我也会把垃圾整理好扔进垃圾桶。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,这些垃圾应该扔到哪儿呢? 是扔进其他垃圾桶还是可回收垃圾桶呢? 饼干蛋是可回收垃圾,酸奶盒也是可回收垃圾。 那酸奶吸管,大家要注意了,是不可回收的,要扔进其他垃圾桶。 用过的餐巾纸也是其他垃圾。 在我们国家已经推行垃圾分类条例了,这样的宣传栏很多地方都能见到, 同学们客厦可以接着去学习相关的知识,帮助垃圾回家。 试想一下,如果同学们都乱扔垃圾,在秋游结束后,他们休息的地方会怎么样呢? 一位同学说,这里会有很多垃圾,公园不再美丽。 一位同学说,如果大家都这么做,清洁工阿姨也收拾不过来了。 你们想一想,清洁工在收拾这些垃圾的时候,会怎么评价这些游人呢? 是啊,他们可能会说,这些游人随意扔垃圾实在是太不自觉了,素质太低了。 同学们,如果你走在干净的大街上,看到前面的路人随手丢了一个垃圾, 你怎么看待这样的行为呢? 听听同学们是怎么说的? 这种行为不讲文明,缺乏功德心。 随意丢垃圾,破坏了环境卫生,没有考虑到别人的感受,素质低。 最近,在北京的公园发生了这样一件事,一时间引发了人们的热议。 你们看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,看到这样一幕,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? 来听听公园的游客们怎么说。 挺干净的主题雕塑,不知被什么人乱涂乱画,糟蹋得不像样子。 更不知道有没有人阻止这种不文明的游园行为。 真希望能找到这些乱涂乱画的人,让他把雕塑清洗干净,还奥森工人美好的环境。 维护公共场所的环境卫生,不仅仅是为了干净,还因为这是文明的做法,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。 在生活中,你发现了哪些不讲公共卫生的情况呢? 这里有一张观察记录表,一些同学在课前进行了观察记录。 你看,这位同学发现了这样一件事。 一天放学,小雨和同学一起走着,她手上拿着一团纸想扔,可是沿路都没有找到垃圾桶,她环顾了一下四周,周围的人也很少,她随手就把纸团扔在了地上。 同学们,如果你是小雨,你会怎么做呢? 这两位同学是这样说的。 我会把垃圾带到有垃圾桶的地方再扔,不能稍微遇到困难,就不注意卫生了。 我也会暂时自己收着纸团,不能为自己的错误行为找借口。 在生活中,其实很多人都是有维护公共卫生的意识的,但是还是有一些人,他们的意志不够坚定,就像小雨一样。 你看,下面这些同学分享了他们的发现。 有人在地铁上吃东西,食物残渣掉得到处都是。 有人在旅游景点乱嗑乱话,这样做影响了美观,也破坏了文物。 有人在景区的湖边,将脚放进湖水里泡脚。 有人在公园的椅子上坐着的时候,将脚也放上去。 下面,我们就来做文明小督察,判断一下这样做行不行呢? 很显然,通过今天的学习,同学们都知道这样做是不行的。 我们不仅要规范自己的行为,看到这些不文明的行为,我们也要想办法去制止。 同学们,请你反思一下,在你的生活中,你有没有做过不注意公共卫生的行为呢? 如果有,相信你们一定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,并且下定决心改正。 作为小学生,我们应该严格遵守中小学生守则里的保持公共卫生。 公共场所的卫生关系到大家的共同利益,我们要约束自己,自觉维护公共环境卫生, 也要制止其他人不文明的行为。爱护公共环境卫生,人人有责。 那我们作为小学生,在维护公共卫生上需要做到哪些呢? 你看,小雨遇到了一点小问题。 小雨最近不小心感冒了,一直流鼻涕,打喷嚏,咳嗽,特别难受。 你觉得它可以怎么做呢? 来看看,你想出的办法和它们的一样吗? 把谈吐在纸巾里,然后扔进垃圾桶吧。 生病了就要注意休息,如果得了流行性感冒,外出时要戴口罩,咳嗽和打奔体都要用手帕或纸巾捂住嘴,可以避免细菌传播。 没错,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注意卫生,利己利人。 同学们,这里有一束文明之花,快把你们的想法填上去吧。 看看,你们也是这样填的吗? 这些方法很好,既不会破坏环境,也不会给别人带来困扰。 同学们,还有哪些维护公共卫生的好方法呢? 我们接着来寻找。 教室里,桌子上出现很多橡皮屑,你会怎么做? 听听同学们怎么说。 我会下课后,用纸把橡皮屑包起来,下课扔到垃圾桶里,如果不小心弄到地上了,要随手捡起来。 这些方法很好,及时清理垃圾,才能保持教室的干净整洁。 那,你和爸爸妈妈一起看完电影,会像他们一样吗? 为什么? 听听这两位同学的说法。 我不会像他们一样,我会把饮料瓶带走,并扔到垃圾桶里。 我不会带吃的进去,因为在公共场所吃东西,不仅气味会影响其他人,还会有食物残渣引来老鼠,破坏设施。 同学们,快把你的想法再填上去吧。 当然,最重要的,我们还是要将这些方法落实于实际行动中。 同学们课下可以继续去寻找文明行为。 如果你做到了一条,就把你喜欢的颜色涂在花瓣上,比一比谁的文明之花开得最美。 在生活中,已经有一些同学,把他的想法付诸于实践了。 你看,有的同学,他们主动打扫校园,爱护校园环境。 有的积极参与社区的卫生活动。 有的看见了小广告,小心翼翼地用小铲子将它们铲除。 还有的同学,做到了不在公交车上吃东西,做到了变后及时冲水,还自觉地进行垃圾分类。 还有一些同学,他们不仅自觉地做到了维护公共卫生,而且还积极主动地提醒他人,制作了环保宣传标语,环保宣传卡片等等。 同学们,公共环境是大家的,要靠我们每一个人来自觉维护,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,从身边的小事做起,爱护公共卫生,用实际行动,共同维护整洁的生活环境。 同学们,这节课的内容就学习到这里。